旧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谁 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我需要存在 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价值是什么 这些问题不一定是那些非基督徒问的问题 不一定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问的问题 有时候基督徒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真的得救了吗 上帝救了我之后 我仍然是要活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吗 那我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的生命功用是什么 我生命的价值 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一群人 会把自己当作是神 搞我就是那个神 我自己可以做任何的决定 但是又有一群人 他们会认为说他自己根本不是人 他宁可去做动物 他不想要像人这样子 上帝他是怎样子创造我们 而我们是怎样子塑造我们自己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成为怎样子的人 今天我跟大家要介绍的一本书 就是这一本 由Richard Pratt所写的尊贵的设计 它的副标题是 从事人受造的形象 而今天我们很常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会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 那我讲我们会忘记 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忘记了这一个statement 我们知道这个statement 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 但是呢我们却怎样 我们没有把这句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没有觉得这句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Richard Pratt呢 他就透过这本书 让我们看到了原来我们的形象是何等的尊贵 我们可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 但是这个又意昧着什么呢 所以他就借着这本书帮助我们 可以重新认识到我们受造的时候的形象 Richard Pratt是第三千禧年事工团的创办人和主席 那这个网站是提供了免费的这样子的神学训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他的网站来看一看 他曾经就读于西敏神学院 他的思想也受到范泰尔的影响非常的深 他在这本书里面处理了三个基本的主题 第一个 起初上帝把我们造成怎么样子的人 第二 我们把自己变成了怎么样子的人 第三 上帝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这些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希望跟梦想的中心 因为它影响了我们一切的形式 我们的作为 它帮助我们了解了你是谁 你为什么存在 你做人的意义是什么 这本书总共有十章 你分别可以从创造 堕落 救赎 还有成全 来看人 那在每一章的结束的部分呢 它都会有一些复习跟讨论的题目 所以这本书呢 我觉得是很适合主日学 或者带领一些小组的这样子的读书会来使用的 我给大家读一读 我在这本书当中 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 它在第十章的最后一个部分 结论的部分 它就讲到 我们一面等候基督的到来 一面蒙受呼召 为他受苦 每位信徒都为基督的缘故 承受痛苦和患难 不过这只是整个图画的一面 上帝也赐给我们安慰 做我们苦难中的帮助 祂开我们的眼 使我们看见荣耀的未来 祂赐给我们圣灵 祂提醒我们注意祂完美的计划 只要我们将这些安慰摆在眼前 便能忍受最恶劣的苦难 忍耐等候直到终点 那这一个是对我们基督徒的安慰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方面 我们等候着耶稣基督的到来 我们一方面在这个地上 又要忍受地上的各样的辛苦 各样的痛苦的部分 为什么在地上要忍受这些苦难呢 因为我们是门招为他受苦的 然而这些苦难有意义吗 有意义的 这些苦难不过是整个上帝计划 上帝的图画当中的一个部分 在苦难当中 祂赐我们安慰 在苦难当中 祂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 更甚的是什么呢 祂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那个荣耀的未来 让我们看到有一天 我们要与基督同在 让我们看到有一天 我们会摆脱这个罪 当我们看到 祂的整个计划的时候 祂全盘的计划 完美的计划的时候 这会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忍耐 直到见主面为止 所以如果你还搞不清楚 你自己是谁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你可以点赞分享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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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